美國洛杉磯到旗隊27號對決芝加哥白襪 為了比賽進行到一半上演驚險瞬間 當事人在板凳區的大谷翔平 才剛戴好頭盔準備上場 天外竟然飛來一顆強勁飛球 大谷被嚇到全身縮起來 所近擋在前方的球筒 反射神經驚人 直接徒手將球接住 事後還露出一臉淡定神情 超強神技不僅讓大谷向前置卸 也讓站在一旁的大谷隨身翻譯 埃爾頓看到目瞪口呆 排在第一棒的大谷出戰白襪 第一局首打棋就敲出中外野 陽春全雷打為本季第25轟 帶領球隊破蛋領先 沒想到三局上隊友Kike Hernandez 敲出一顆界外球 直接往板凳區奔去 球筒拯救大谷的畫面 瞬間在網路上爆紅 累積超過460萬人觀看 大谷鐵粉兼分析師留言 建議給球童加薪 還有人校說請稻琪讓他當三壘手 準備等大谷送保時捷當謝禮 逃過一節的大谷調整心態 解鎖連續十場比賽 有打點的成就 打破稻琪對史104年紀錄 締造家機 稻琪隨後靠著Freddie Freeman安打 攻進三分 加上先發投手Gavin Stone 沉著發揮飆出玩風 中場稻琪就以4比0擊敗白襪 奪下4連勝 球筒出手相救不僅保護大谷 也拯救稻琪整場賽季 三地新聞系統報導